2022NHL全明星賽由大都會隊奪得冠軍 NHL全明星賽由四個分組派出的隊伍爭奪決賽的資格 而今年成功晉級的分別有中央分組和大都會分組 球隊以三打三的模式進行兩折十分鐘的賽事爭奪冠軍 開賽只在27秒大都會的門將Frederick Anderson 一起長傳 製造了一個二打一的機會 Kuznetsov選擇自己試射 亦果協助大都會首先打開紀錄 效力費城飛行人的Claude Giroux取代了受傷的首都隊名將Ovechkin 成為大都會隊隊隊長 而他亦不顧所託為大都會射入第二球 第一節總共有六個入球 包括Sebastian Aho 這一球直線傳給Jack Hughes彈道 令大都會打完一節領先到4比2 到了第二節 輪到中央隊有一個二打一 效力勝河西鯊魚隊的Joe Kavalski 借助隊友分散門角的注意力 自己直射入網 為中央隊追到4比3 可惜不用分半鐘 Claude Giroux每開二度 為大都會再次把比數拉開兩分 領先到5比3 最終大都會隊亦以這個比數 勝出今年的NHL全明星賽 而在今屆明星賽總共入三球的Claude Giroux 最後更成為MVP最有價值球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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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分享